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委托人出场 来了一位美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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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你多大了呢 大家好 我叫宋燕飞 今年二十了 二十了 来自三西 三西 哎呀 咱俩是老乡 你是三西什么地方的人 请坐 三西太远的 哎呀 我就是太远长达的 做什么工作呢 之前是在一个像我们这样残疾人艺术团上班的 然后现在呢 我没有工作 现在是个过渡期 对 因为在那个团里面太劳累了 然后虽然也挺赚钱的嘛 然后特别累 我因为腿嘛 然后因为他们是跑业务的 然后去单位啊 就你不能走太多的路 对 然后特别累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家里休息 因为上楼梯经常这样子爬的话 我爬我的腿以后成问题 因为我也是一个孤儿 然后没有爸妈 你没爸爸妈妈 对 什么情况 我从我小的时候 三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因为一些事 然后和别人就是发生了一些冲突 就打台球嘛 我爸爸也和我一样 就是一样的 我是遗传的嘛 然后我爸爸就是被别人 就是别人都笑话他呀 是吧 然后我爸爸就不小心把人家的眼睛弄瞎了 然后我外婆嘛 然后就给别人自好了 自好了 然后我爸爸就 人家又告了我爸爸 然后我爸爸就住监狱了 然后十几年出来了 我们还没有住两个星期 然后我爸爸都去死了 我妈妈也是癫痫病 然后也是半个身不能动的那种的 所以就是 那你有兄弟姐妹没有 没有 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 谁把你带大的呢 就是我几个姨 还有舅舅 然后我姨 你现在跟着谁呢 我现在跟着我姨 然后一路走来就是特别的坎坷 我就是去外面捡点破烂瓶子 裁点茶叶 然后去 在街上的时候 别人都和我熟嘛 因为我也挺 我也是一个很开朗的孩子 别人都很喜欢我 他看到我挺不容易 然后就给我点钱 然后就这样 一天一天的 就这样过来了 然后我出来 我不是上学嘛 要赚钱 我姨不让我出去 他因为我个子小嘛 然后我那时候 我也没有什么文化 然后我姨就说 你不能出去 你出去了 别人把你卖了 我们都心疼 然后我就 我就不听他们的 然后我就在街上 捡瓶子 然后卖 卖了 然后就偷走了 然后走了 最好 我还挺信用的 然后遇到一个团队 就是都是我们一样的 然后我在那边干了三年 都是修正人 对 都是修正人 然后挺开心的 然后我现在不是 因为干了三年 爬楼梯 爬得我腿都特别的疼 特别累 有的时候 我都 不是说 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的时候 每天 每次下班回来 我的腿都肿得 肿得特别的 肥 特别疼 特别疼 然后我又不敢 给我姨打电话 说这些事 然后我就感觉 管她呢 然后老天爷 对吧 给我一个这样的 然后我就承受吧 我在外面的时候 我姨也是照顾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癫痫病 她冬天的时候嘛 然后她下不来床 就 送便就弄在床上 然后我姨就去那些河里面 那冬天我们三溪可冷可冷 那冬的都零下二十三十度 我姨去那个河里面 那么厚的冰 然后给我妈妈洗衣服 其实我也知道 我也有的时候 我在外面挺想的嘛 然后我就 我就哭 哭了 我又不敢和我姨说 因为我知道我姨挺累的 然后我又给不了她什么 所以我就感觉 我挺 对不起我这个几个姨 我的姨被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在你心里 其实你的几个姨 可能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对 你眼睛里头飘着小泪 好像是说其他内容 都没有这种感觉 但说到你姨的时候 你会小酸一下 对 因为我姨家里 她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家里儿子孙子特别多 然后她儿子都 因为她有的时候就不顾家里 然后就不管家里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然后就来管我们 每天到我们家忙活都 到半夜三更才回去 回去的时候 我姨父就骂她 还甚至打她 跟姨父吵架 甚至打她 然后她有的时候憋不住 然后就下来我家 就抱着我哭 因为其实我也懂她的心理 现在姨父跟大姨还有冲突吗 没有了 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呢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她是对他们照顾你妈妈 她有点着急 对 因为我妈妈她下不了地 然后去厕所不方便 所以我姨就特别累 我知道了 你肯定跟你几个姨之间 有很多故事 今天你带的是委托人 来谢谁的 谢我的两位姨 你两位姨都来了吗 对 都来了 有请 你好 来 坐 刚刚这个燕妃 已经介绍了一些 就是因为燕妃 这个爸爸妈妈的 这些身体原因 这两个姨就肩负起了 照顾燕妃的这个重担 还都放弃自己家的 那个好多家务事 对啊 就照顾她们 她因为她是个这 她不怪她不行啊 她妈妈常年就胎在床上 她又是个这样子 那会儿时候她还烧血 还会得吃 没办法都没办法 我非得管啊 不怪她就有事啊 她因为是她 她年纪也小 她爸爸吧 她交才四岁 她就住了院 就住娱乐院 该她交十一岁 她的爸爸回来 不到两个礼拜啊 她把她妈 把她接回她家 刚刚她高兴的 她爸爸也回来了 她也能过着好日子啊 她心里挺高兴的 她不到两个礼拜 出了车祸 那时候我爸爸 把我接回去 给我买的书包 还有那些 就是把那家里面 给我买的电脑 好多好东西 我感觉感受到 那种家的温暖了 然后没 还才上了两个星期的学 然后我爸爸都去世了 她骑的摩托车 就是那个电动摩托 带着她 正好是8月15号 她要回家给她妈送东西 过来摘在那个小桥 有个平车把我走 她要把我拧床 然后闯过去 然后就摔下去 一摔摔在沟里面 带着她呢 带着她呢 然后我 她一下打她 把她晒到老远 把下巴给我磕了 然后我下巴都掉下来了 她的爸爸斜下 摩托后下 摩托 砸在她身上 对 砸在她 脑袋了 对 脑袋上她 当时都不行了 所以再次教练 就她这些大个女孩 就这样的命用 都亲人 都向她来去 你说我不管不行啊 那个时候她爸爸死了以后 她妈是小儿马屁 半个身不能动 你们俩是谁的老公 当时特别不满意 不是 我的家三个儿子 一个姑娘 家子太大 我也得管 约了这事情 我还得管 因为我姐 我的姐夫 脑出血 也是个胎 就这样的一个家庭 我不管不行 为了这个孩子 可能这一辈子 应该是你们 人生的几倍的劳动量 可能都在这一辈子 都实用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因为她还小 她要去学校 那时候是糖尿病 也照顾不了她 那时候她爸爸死了以后 就是我妈照顾的她 她妈 她妈就是小人 半个身就不能动 回来就是我妈照顾 七年前 我妈也死了 所以说你们作为这个姐妹 然后也是照顾自己的小妹妹 对 这是我的妹妹 对 这是不照顾也不行 这二姨啊 你做得很好 这个看得出来 你是个直肠子 对 你说我不管不行啊 你看这都是 这都成这样 以后不能这么说 成这样 人家挺好的呀 我就看得 这就是 对不对 你跟管彤姐姐做一块 谁漂亮还不知道呢 对不对 多漂亮的个姑娘了 对对对 以后你就要说 我们家宝贝小巧玲珑 可机灵了 可机灵了吧 你要多夸她 凭我的脑子都帅 凭你的脑子都厉害 都厉害 那就等于比我还聪明 不比你聪明吧 也差不多 不比我聪明也差不多 宝贝女儿啊 现在她就 你们就把她当女儿了吧 就是女儿嘛 对呀 她像她过年啊 过节她回来 回来自己没有家吧 她就在我家 对呀 我家的粉丝过年啊 干嘛的 我有个女儿 和她一模一样 每年都买 每次过年 买衣装 买服装 给我们女儿买 我也给她买衣装 让她高兴一点 现在你的大姨和二姨 你的恩人 两个姨 没有她们就没有你今天 没有她们就没有你这个生命 所以你在中央电视台的 向幸福出发的现场 把你想对大姨二姨说的话 说给她们听 有的时候我能力有限 其实我很想 就是给你买点很好的东西 让孝敬您 因为我没有能力 所以因为我也想给你点 就是帮助 因为可能我也没有体力 我想帮你干点家务活呀啥 有的时候可能你也感觉 我个子小 然后帮不到你 然后从现在开始 我会好好笑进你的 二姨 我以后 我不会让你因为我 然后而生气 而担心了 你真的太辛苦了 为我们 为我妈 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其实我都知道 我心里都记得你的好 我 等我有一定的能力 我会回报你的 辛苦了 二姨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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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你们 就没有我的今天 现在因为是她二子了 我也想就让她 站在这个节目上 给她争个红 带一个好婆家 我就大放心了 对 二姨会托人 来 过来吧 那就是 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们 这么漂亮的姑娘 还等啥呢 只要你觉得 她这个样子 是你喜欢的 只要你觉得 你们之间很般配 无论你是各高 还是各低 只要你觉得 这个女孩 是你喜欢的 那个类型 你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跟我们栏目组联系 我们栏目组 除了负责 在这里 听他们的这个 人生故事 我们同时也可以帮助你们 牵个线 搭个桥什么的 也不能白当 这个男姑娘 是不是 如果有一天 你找到了你的意中人 还来向幸福出发 带着他来 好 好 带着他来 讲讲你们的 这个幸福的故事 好不好 好 谢谢王道 哎呀 我去 谢谢你 那得不用 不用 我谢谢你们 给我这个机会 哎呀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一种快乐的方式 来表达心中 对这个两位 对你的这种帮助 对所有帮助你的人的 一种感激之情 你不是喜欢唱歌吗 唱一首歌好不好 好 唱一首 没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 有我们山西的老乡 大美女 给我们唱唱一首 没有什么不同 有时你的面孔 带给我是笑容 在我哭泣的时候 有时你的问候 带给我是感动 在我哭泣的时候 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 但在地球上 我们是一样的 尽管痛的 哭的没说的 但哪有一路走来 都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天黑也是我们 要望同一片星空 没有追求和付出 哪来的成功 谁说我们一定要走别人的路 谁说辉煌背后没有痛苦 只要为了梦想不服输 再哭泣的时候 在哭泣的时候 不停止脚步 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天黑也是我们要望同一片星空 没有追求和付出 哪来的成功 谁说我们一定要走别人的路 谁说辉煌背后没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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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为了梦想不服输 再哭也不停止脚步 她说 平仙 你 我 contbled 谢谢观看